很多人過年會買彩券 玩刮刮樂 試試手氣也討個好彩頭 那麼根據台彩統計 光是在二零二年高雄非常旺 全台灣開出二十八柱的一元頭獎 在高雄就開出了八柱之多 巧的是 高雄連續兩天又刮出了一百萬元的大獎 業者在彩券行門口點燃鞭炮 慶祝連續兩天開出一百萬獎項 刮刮刮 民眾拿著木棒玩刮刮樂 希望財神眷顧 十八號高雄一家彩券行 有民眾買了一千元的刮刮樂 幸運中了二獎一百萬 沒想到隔天再度送出一百萬 我剛好有一隻非常非常特殊的 很漂亮的蝴蝶 很大隻喔 飛進來 我們看到裡面這樣子飛飛飛 每個人的第一個時間反應就是 我們店一定又要開大獎了 幸運得主是年約五十歲的富人 花兩千元就刮中一百萬 民眾紛紛來沾喜氣 小朋友秀出一排和爸爸一起買的刮刮樂 一年星期希望會不會中大獎 知道有這種喜氣的話 就會覺得來自這邊好像比較有勝率 另一間高雄採券行業者 去年二月大樂透開出九百萬頭獎 他是一個人獨得 而且那一期他是最後一期 那個獎金是一百三十一萬 所以再乘以七組的話 那一次是中了九百一十八萬 得主本來以為只中一百萬 知道總額還嚇了一大跳 我來碰一下運氣 看有沒有這個機會 油買有機會 根據台財統計 2022年全台開出二十八柱議員投獎 分別落在十二個縣市 高雄最幸運開出八柱 第二名新北市四柱 第三名台北市和彰化縣各三柱 高雄投獎就佔總住數的百分之二十九 民眾開心中獎 春節期間大樂透呱呱樂 買氣都很旺 裁券行老闆也樂轉新年財 接著車電視 蘇惟婷 高雄報導